哈囉 大家好 我是蘇銀豹 來 我們今天來開箱 Insta360 S Pro 萊卡運動相機 就是我手上的這一台 那我們就先講結論 第一 它是目前最好用的 YouTube拍片機 它有超大的翻轉屏 可以手勢操作 那也可以連接藍牙耳機 構圖方便 收音也不錯 我覺得拍Vlog會非常好用 第二 它是最好用的旅拍相機 它拍旅行 運動 拍狗 拍貓 從早到晚都可以拍 而且它是目前唯一 夜拍也不錯的運動相機 第三 Insta360的配件系統非常強 包含它自家的磁吸快拆 標準腳架 以及GoPro的系統都可以用 好 如果你看到這邊 對S Pro有興趣的話 請接著看下去 OK Let's go 好 一開始我們先來聊聊 為什麼它是最好用的 YouTube拍片機 Insta360 S Pro 是今年最讓我感到 驚喜的一台相機 我說的是相機 不單純只是運動相機 它榨幹跟傳統運動相機很像 但是又完全不一樣 因為它多了這一片翻轉螢幕 這一大片螢幕堪稱是運動相機之王 整片直接給它翻上來 自拍的感覺就對了 我可以直接確認畫面有沒有歪 有沒有人在正中間 不會拍了半天才發現 整個視角都歪了 再來每個YouTube通常會有兩種拍片形式 第一種是像這樣 邊走邊拿 然後一邊講話 另外一種則是擺在固定位置 然後接著去拍 以前我想要拍一些特殊視角 比如說低視角 就要先跑過去擺著 按快門 然後再跑回來 再確定有沒有拍進去 前前後後光是確認構圖 然後前後這樣關機 就會多錄了好幾十秒 來回跑去的時間 那這一次它支援手勢快門 我只要這樣子舉起手掌 它就會偵測到 然後就會自動開始啟動快門 然後再加上翻轉螢幕 我可以遠遠的 就可以定點確認自己的構圖 大大減少廢片的產生率 那記憶卡的容量壓力就減輕很多 而且透過翻轉螢幕 我可以拍出各種低角度的影片 比如說像是這樣子 仰角天空的B-RAW 或者是用超低角度 有穿越感的B-RAW 還有像是這種開冰箱啊 放洞裡的影片 我就可以拿著翻轉螢幕 然後看著螢幕來拍 這樣子我對相機的掌握度會更高 更不容易產生廢片 而且像我們拍片啊 通常會為了不錯過每一個畫面 所以通常一天就會拍攝一大堆素材 但不是每一個都會用到 形成很多很多的廢片 那每次光是整理素材 其實就很累 那S-Pro這一次內建一個功能 叫做AI亮點精選助手 它可以透過APP幫你自己整理 相機裡面的素材 那相機裡面有 在APP裡面也有 那還有一個功能就是 S-Pro可以幫你取消存檔 像我們有時候錄口波 台詞沒講順等於這一段錄了沒用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長按快門 讓剛剛錄的這段廢片 直接不存檔 另外它也內建這個暫停 跟繼續錄影的功能 其實這個功能手機錄影都有 但是運動相機S-Pro則是第一個做的 那你可以錄一段 然後暫停 走到定位之後再接續著錄 等於是你可以在錄影的過程中 直接剪成一支完整的影片 S-Pro可以拍攝最高8K或者是4K 120fps的影片 那意味著也可以拍攝這種慢動作錄影 不過這種影片很吃記憶卡速度 所以建議都使用比較高規格的記憶卡 不然很容易出現記憶卡速度不足而停止錄影 在收音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它的收音效果算是不錯 那S-Pro內建三個麥克風 分別位於機身的頂部、前方以及底部 除此之外 S-Pro還額外支援藍牙耳機 那選項在這個地方 選單在這個地方 打開之後 直接跟藍牙耳機配對就可以 好 我現在是在外面 然後後面是這個遊樂場 然後我正在測試它的收音狀況 那現在是用機身內建的麥克風 它有3麥 好 我現在用這個AirPods Pro 然後來連線 然後當作藍牙麥克風 大家可以聽聽看它的降噪效果 我一樣在這個背景很多小孩的公園 那大家可以聽聽看它的 麥克風收音效果 再來講到它是夜拍最強的旅遊相機 那傳統的運動相機啊 雖然防震效果好 有超廣角又有防水 但是都只能白天拍 晚上拍就很慘 那變成說你去旅遊就需要帶兩台 但是Insta360 S Pro這一次很不一樣 它搭載的是1.3英吋的感光元件 加上萊卡加持以及AI晶片 它大底天生就有進光量提升的優勢 再加上AI自動降噪 尤其在夜間可以有明顯的進步 畫質明顯的清晰漂亮 這邊我給大家展示一下日間順光跟逆光的效果 我還蠻喜歡S Pro的色彩表現 萊卡加持的色彩真的是比較抓眼球 它有點像Vivo手機的路線 就是HDR的效果比較強烈 在逆光的時候 天空的層次整個很清晰 再來展示一下夜間的夜拍 我去了一趟新北夜淡城 整個逛了一圈 拍攝效果是真的很不錯 完全是可以直接拿來上片的水準 我覺得它很適合旅遊的另外一個點 就是它可以變焦 這點真的是很方便 你只要在螢幕點兩下 它就可以直接把畫面拉近 視角會從超廣角變成這麼近的感覺 但是畫質不變 這樣我們在旅遊的時候就很好構圖 無論你是在拍攤位、店家 或者是拍美食 就會有點像超廣角變成一般手機的這種視角 那再來我們講到Insta360的超強配件系統 那我覺得有兩個配件是必買 那標配的這一組磁吸快拆底座 它是標準版的 我覺得不是很好用 功能是滿足了 但是裝上去之後 它的下面這邊是凸的 我就沒辦法直接放在桌上 所以我覺得另外加購的這一組原廠磁吸快拆 它會比較推薦 它長這樣子 可以直接用捏的去吸X Pro 那下面的折疊可以直接轉接GoPro系統 也可以直上標準腳架 最重要的是它是可以折疊的 所以它可以平放在桌面上 基本上裝上去我就不拆了 那要的就是它的多轉接系統 比原本的好用很多 那缺點就是比較貴 那我在網路上有找到另外兩個附廠的 價格大概是便宜一半 但是還是原廠的會比較好用 那再來原廠的磁吸快拆 它有額外附上這個上蓋 那這一顆我是直接把它鎖在 Insta360的插兔上面 這樣子我兩台Insta360相機 就都擁有快拆系統 那另外一個必買的我覺得是這個 多功能三腳架自拍杆 它是這樣子Z字型結構 它是人體工學的設計 非常好握 可以這樣子握著 可以伸長變成自拍杆 那也可以把握把打開變成三腳架 那它一共有三軸可以調整角度 那你拿來拍片真的是非常的靈活 那再來看一下我這次額外選的快充電池管家 這是一款可以一次充三顆電池的充電座 像我們出國旅遊 比如說滑雪爬山 一出門就是一整天的行程 一顆電池記錄肯定不夠 所以身上一次帶三顆電池就會比較放心 S Pro的機身直接支援快充 那它最高支援是30瓦快充 電池管家本身也支援快充 單顆是12瓦 三顆一起就是36瓦 那不分插槽速度都是一樣的 最高是一個小時內可以充飽一顆電池 那另外如果你有在騎車的話 這個GPS Remote預來遙控器也蠻推薦的 它隨意包裝會附上兩個錶帶 一個是矽膠型的錶型扣完可以讓你戴在手上 那另外一個則是讓你套在自拍棒上面 它的機身也內建GPS 可以把騎車時候的即時速度啊 它的錶鏡都一起記錄下來 那你在後製的時候就可以結合這樣子 放在畫面裡面呈現 這樣子有儀表板 這樣子拍起來就會更帶勁 好 總結一下 我覺得Insta360 S Pro 確實是目前非常值得入手的運動相機 它不只是日拍畫面漂亮 夜拍更是目前運動相機裡面的最強 它拿來拍攝動態Vlog紀錄都很棒 那無論是防震畫質收音 從白天到晚上都不挑場景 而且還可以變焦 相當於你在旅行的時候 帶了一台可以換鏡頭加自帶穩定器的旅遊相機 而且它的AI快剪功能 完全可以滿足流水線的一條龍作業 那你在外面只要開機拍攝 然後就可以交給AI剪一個秀 然後就可以快速上片 而且Insta360算是很認真研究配件生態的廠商 而且如果你像我一樣有很多台運動相機 像是Go3、Insta360、X2或者是S Pro 不同需求帶不同產品出門 那你加購的這些套件 這些配件都可以直接相容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對S Pro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豹 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 下集bi beat 下集b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